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欣賞米,歡迎收看今天的雲林新聞 雲林管政府一十九號,開國土計劃新議會新租第三次國土公民雲区修正案 中占對包括農業農事部份,也不會完成中華農地、 匯官街区農地重大建設未來幾月頂地進行調整, 官府也會有中央的當中農業款一款 雲林管政府這幾個改善國土公民雲区衛生 都要在今年來,前往官來二十鄉頂期基盤作丹申明會 要不斷和專家來進行討論 這次港府也在處交開國土計劃新議會 希望在今年年代表讓新公眾公民雲区的度上方中用 雲林縣是一個農業大縣,我們針對農地要如何保護 跟我們農民的權益,我想這方面的主張 我們是有責任要幫我們農民來發聲 我們在整個土地的調配制度上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土地的公平正義 也能夠符合國家永續發展 以及糧食安全的立場 官長在臨時表示這次新議會占對農業、農業、農三、國保育、頂頂的事都會來做出條件 其中在農業、農業部分已經有比較民革的方向 包括要不完成中華的農地、火灌解區的農地、工庫三名橫区中邊合理範圍 以及中華建設未來整個頂頂來做出條件 工業區跟產業園區周遭合理範圍裡面的一個修正 還有就是我們重大建設的未來規劃 我們做一個修正 再來就是我們針對未來有發展性的 經過國道、省道、縣道還有台鐵、高鐵 那這臨近的五十米我們也做一個修正 所以我們在農一、農二有做一些調整 那我想都站在雲林縣跟台灣整個國土未來的一個規劃方向 跟未來的發展方向來做正確的一個調整 當時我們中央教理説也說 希望農業部可以和新委農業大關的婚姻館聚會 保重農民農地的婚姻、農業發展款的概念 加進分林各地的計劃 只要進化就好就可以有保重 最重要就是如果我們的農業權能夠順利 在我們國土計劃法當中增定 那後續大家可以來慢慢的來談 後續的怎麼樣的一個農業權的一個補償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是還可以接受 只要有入法,有入法以後就有保障 頭過這次國土計劃新議會婚姻觀眾也希望 可以保重農民的關係 希望中央來聽處地証聲音 完成婚姻未來的發展 即將將議長報道